廣告 滿眼翠綠的景色 這裡一定是天地獸海了 前 pien,你看 這個村子到處對著原本的巨 ense 不像上面住的地方 倒像是個防木草 確實如此 天地獸海這裡生產原木 村民你們的生活也都幾乎靠他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和我過鄉馬蹄村有些類似 不過,不依靠龍根的村子 我是第一次親眼見到 馬蹄村是你的故鄉嗎 下次帶我去看看吧 啊,好啊,當然好 說著說著,好像忘了正式 嗯,要解決這裡的奇怪世界 先找村民問清楚吧 村長 唉,走走走,失蹤的失蹤 這事情到底該怎麼辦 老先生,請問你是村長嗎 老夫,這是神樹村的村長 兩位是習武之人吧 到這裡來,有什麼指教嗎 在下奇奇怪的張慶玉 這位是玄鐵幫的燕藍天 聽說你們村子發生的異樣 超頂時 超頂特地派我們過來 慢慢距離這裡的時間 嗯 嗯 原來是奇景門冷 來得太好了 我時常聽說你們啊 樹海裡面 最近布置怎麼 凡是進去看柴的村 都莫名其妙的消失 因為害怕 現在沒人敢進入樹海 可是你沒看見 神樹村 神樹村的密脈 就是伐木 若是這樣 人只會走光 倒是 怎麼村子也要完蛋 唉,怎麼辦呢 最近朝天大張 急去木頭 機關門那邊也一直在吹 可是這樣下去 大家靠什麼衛生啊 真是愁死人了 老先生,你別擔心 我們正是為此事而來 人不可能無緣無故消失 我覺得比鬧鬼這種說法 真的有稀窍 我也這麼覺得 不過不露樹海 就什麼都不清楚 秦玉 我們進去看看吧 進去 可是很多人都消失在樹海裡 你們就這樣前去 你放心 我們的無意雖不足誇耀 但也並非是泛泛之輩 不會有事的 村長,你等著吧 我們入夜之前 就回來的 所以我海裡充滿危險 你們進去 要當心啊 翠柳 奶奶 又奶奶上來了 奶奶又生氣的 得想個法子 勸他們回去 對 剛剛似乎聽見有人來說話 不知道是不是受光的村民 我們快尋他腳步跟上 奇怪 為什麼躲著我們呢 這個是 看到奇怪自己的葉子 前方顯惡 來自樹林 自己捐秀 落筆勝吉 那是逃亡時 花貓所寫的 這是警告 希望人們 不要入山 不入虎穴 咽著鬍子 我們竟然決定了 就要盡力到底 我們小心行事便是 我剛剛剛剛還有一點猶豫呢 這 有著牛耳的蠻近在 感覺什麼事情都不成阻礙 嗯,走吧 這裡似乎上不去了 可是剛才那個身影 確實是往 這邊跑了 我夠不著 你來試一下 我看除非有相當成功的輕功 否則是上不去的 怎麼辦 我倒是想要到一個辦法 刷 我幫你舉上去 笨牛 拜託你出主意的時候 考慮一下我好不好 我穿的是裙子 呃 我 我剛剛沒細小 就想到怎麼解決問題 絕對沒有輕薄的意思 對 對不起啦 就算你穿的是裙子 這也沒辦法 的事情 除非你可以幫我舉上去 可惜會輕功的 旭風四弟不戰 啊 討厭 這裡沒有其他人 也不怕被別人摳看 我趕緊爬上去吧 好吧 沒辦法了 下不為力 再高一點 再高一點 不對不對 再往裡面一點 這 這裡嗎 往左再往左 呃 右 右邊一點 這 這裡 啊對對對 這裡 往裡面 是這樣嗎 啊 好痛 為什麼好痛 為什麼好痛 我 我 我什麼都沒看到 我什麼都沒看到 我可以轉圈打人喔 敢摳摳探 把你踹成豬頭 我 我 我的頭 被你踩得這麼重 然後往上看就怪了 好 好了嗎 就差一點 好了 終於上來了 我放一條藤蔓下來 你都順著他爬上來吧 終於追上了 終於追上了 奶奶 我剛講的就是他們兩個人 玉長 欸那個玉跟剛剛那個玉不一樣 大自然幾千年的教訓還學不懂 人類 就是旺姓 大的自私動物 流到一邊去 我來對付他們 會說話的數 他也是靈獸嗎 嗯 木屬性的精靈 很接近民間傳輸的三神 奶奶 你不要傷害他們 煩行 奶奶 自有分寸 那些路上防護的村民 很多都是你抓起來的 我只是代替天際森林 給他們一點教訓 你們都想替村民搶出頭 我只好奈你們獸鬼吐狗 撤退吧 凡人 木屬性的老奶奶 我感受不到你有血氣 而不坐下談談 讓我們了解整件事情的前因後果 你們人類 都是對暗示紀律的騙子 我不會再冒著說你被綁架的風險 被同樣的謊言 侵犯第二次 看見老奶奶跟你的醜願結大了 一時之間 講不得道理 那只好 老人家得罪了 窗艙爆雷 哼 欸 喔 我 等一下 輔助 不會寫 等一下再弄合體機 好 可以用 可以用 這樣還沒死啊 很強嘛 啊 打贏了 活金丹 靈氣 玉培 你不要傷害玉昌奶奶 他怎麼做 都是為了森林 翠柳 別逞強 既然我敗了 我會求他們不要加害你 兩位請放心 我們並無傷害之一 最近陸山失蹤的村民 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些胡亂砍發森林 破壞地氣 完全是最有因的 我安排他們在這裡種樹 永遠不得回到村子 奶奶 這 真的就犯了錯誤 一身圈徑在樹林 森林中直樹 未免懲罰得太過 因為他奶奶是嘴硬心亂 過幾個月就會放他們回去了 小丫頭多嘴 你或許說的沒錯 七星門的金石運作 根源力量來自於天地的靈氣 所以對環境有莫名的敬畏 身體一旦被破壞 全身的動植物 都要面臨死亡的命運 屆時 就算是人類 也不可能在這裡生活 因爛了千年的生命 智慧來看 人類把你不到的短淺作為 都會爛砍爛伐 這已經是相對輕的懲戒了 這小姑娘總算有一點見識 玉莊婆婆 我今天又種了三十棵樹 你說過 等到殘清我的尊 就讓我回去 我娘年輕起始行動不便 你就讓我回去靜靜下行 過幾個月再回來種樹 我種了兩個月的樹 能不能讓我回春 看看我老婆 唉唷我怨在身 現在差不多七八個月 孩子出生不能見不到爹啊 玉莊奶奶 本來我放朝廷命令 見到精靈奇獸必須降輔 但是見你保護這天地樹海 我確實敬佩 這次請你考慮 把村民放回去 我去和他們講清楚這些道理 那村民在我砍伐樹木以後 不補中樹苗的情況 你的抓人也不遲 真真太好了奶奶 我們聽這位姐姐的好不好 好吧 好吧 我答應把村民放了 若在犯相同的錯誤 定不老鼠 呃呃 太好了 我去通知其他人 接到黃喜了 原來是我們砍樹砍太多 遭到了報應 唉 天裡運行 我們做的一切 然後天爺都看在眼裡 村...村...村長 我好想念大家 你們回來就好 我答應玉莊的要求 從今以後 我們每砍一棵樹 補中兩棵 一直到把當年那個 脆...張錘的天地樹還 種回來為止 村長說得好 我還要感謝兩位的大恩 讓這問題完美的解決 村長你客氣了 為什麼本來職責而已 看到大家都平安 才是我最高興的事 兩位大俠 今晚請務必留宿一晚 讓我們好好的感謝 昨晚村民聊得很開心 也睡了個吧 天地素來的事件 應該告一萬落了 嗯 我們走吧 繼續出發去的月海深淵 嗯 清淵 這裡就是異常巨響的月海深淵嗎 怎麼看起來一幅和平傾向 好像沒什麼問題 月海深淵雖是四大地脈之一 但是卻一幕在海中 我們現在所在的 只是月海深淵外面的港口 月海這個名字 彷彿有微妙的意境 我們去請教村長吧 村長都長一樣 你說海中發射巨響 確實有這樣的事 不過偶爾發生 也不影響我們出海捕魚 所以我們都沒去管他 而且原來的海底站道 已經被水清透 沒人走了 我勸兩位 還是不要下月海深淵 裡面非常的危險 海中巨響這種事情 就算解決意義也不大 這怎麼行 我幫朝廷之密來探查地脈一場 不能就這樣做吧 謝謝村長的勸告 我們會小心的 如果朝一定要小心 我們轉了那麼久 是不是想去海下面 我可以幫忙錄到通行牌 不過 我真想要海邊那些漂亮的貝殼 哥哥姐也去幫我撿貝殼好不好 小姑娘 你是外地人嗎 你的衣服和村裡的人似乎不太一樣 大哥哥你說的沒錯 我有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的 不過這些都是秘密 我不能說太多 我所有的月海神符 可以幫助你們潛入海底 只要你們幫我撿到貝殼 我就可以把他給你 被含量從左走為0分 鼠標和四個幻想箭就可以控制動物 進行 控板線可以拿貝殼 我們要超過600分喔 那個螃蟹是這樣 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 這小遊戲也太沒意義了吧 這小遊戲也太沒意義了吧 簡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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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600分會有東西喔 走 走 走 貝殼 貝殼 perfect 我吃的 我吃的什麼 哈 喔喔喔 600分啊 順利 提災 蠻簡單的啊 沒有難度啊 哼 簡單 哼 感謝哥哥 這麼費力幫我撿貝殼 這裡還沒越海神符給你吧 有了這個以後 你們就可以潛到海底了 越海神符 小姑娘 你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不告訴你 你記住我就好了 玻璃手環 鮭甲玉沛 到現在為止 這裡都沒什麼動靜 越海神淵中 神物繁多 景色奇特 似幻似真 真是不會為神淵之名 關於這個名字 為什麼會叫做越海神淵呢 總覺得 這裡和月似乎存不上關係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過像這樣的名字背後 可能是另外有故事吧 青雲 小心 危險 危險 你 你沒事吧 沒 沒事 沒事 沒事了 我們快離開 你 你怎麼了 說話啊 笨蛋 我又不是躲不堪 幹嘛要這麼蠢英雄 不要出事啊 說話啊 你不要嚇我 只要你沒受傷就好 痛 痛嗎 幾乎已經不痛了 我們走吧 去這裡面 看來這陸下的巨石 就是海底發生巨小的原因 我們 繼續往裡面走 笨蛋 裡面很痛的樣子 這下好鮮的嗎 嗯 好多了 我們繼續往前走吧 又是你的烏龜 這應該是陣手巷軍場的怪物吧 怎麼長得一模一樣 好 打贏 好像在哪裡的開關被打開了 好 一兩天把發生在青龍山的事情 和村長描述了一遍 再沒想到 你們這麼厲害 這門快就解決問題了 以前是我錯怪你 草廷那有不少好人啊 別急 你們拿著吧 就當是村里了 謝謝你們的 當新南聖誕一脈的異常情況 都解決了 任務暫時高一段落 我們回安慶城待命吧 師母會派人來通知我們 接下來的任務目標 安慶城 那是哪裡 安慶城 安全可是南方最大的城鎮 跟我來吧 安慶城 繼續行 啊這不是剛才那隻魚嗎 這應該是鎮守祭司海的怪物吧 好 快轉 好 打贏了 站到角落 越海成員入口 好像什麼東西在震動 通完海生海的水路被打開了 好醜哦 這下清楚了 看人弱勢 是他造 所造成的 梗固 金之精靈 好痛 我的手好痛 這是鋼筋的氣息 你 你沒事吧 你們是什麼東西 手痛死了 你們為什麼還要防我 滾 滾 滾開 我們想幫助你 讓你手痛的問題 請你不要這麼焦躁 焦躁 不然我來你們血跡 來消耗死我心頭的郁曼 他已經氣過頭了 聽不見我講的話 先設法相撲他吧 先設法相撲他吧 這個造型 他馬幣 他馬幣可以用 他馬幣可以用 合理機嗎 可以耶 好 這麼輕鬆 手好痛 不然我早就把你們打敗了 我明白了 大鐵貓 你的手 一直都帶著這樣的雷電嗎 我不是大鐵貓 我裡面一直要 根故 根故啊 你手上的雷電是怎麼來的 我不要告訴你 你們是壞人 你們打我 好啦 我們不是故意的 如果你告訴我們手上 為什麼帶著雷電 解決說不定 你可以幫你治好手痛哦 真的嗎 根故真的可以相信你們嗎 那當然啊 根故是好孩子 我們不會欺負好孩子的 謝謝你真好 有天晚上 我等到床上睡覺 打著呼嚕 也有可能沒打 說重點 哦 突然就引到很像的雷電 打到我手上 從此以後 我的手就好痛 我只好不停敲打地面 想藉此來減輕疼痛 我明白了 把你的手伸出來 好 還疼嗎 我看看 欸好像不疼啊 真的不疼啊 太好了姐姐 根故真的不疼 姐姐你真厲害 那天集中的閃電 應該稱作九效金雷 是非常罕見 目的很大的雷電 本來雷電是不能長存的 但是因為全身都是金屬 在水中和雷電相生 才導致它繼續在你雙手裡 無法施放能量 事情痛苦不已 剛才我用精神把雷電吸走 疼痛自然就沒有了 謝謝姐姐 我終於可以安安 吻我的睡覺了 只望你們一個 根故銅鑼 我們以後 有需要用到我的地方 就敲這個銅鑼 到時 我就會醒過來 蜘蛛的異狀消除了 海底戰道 應該恢復通行 海底戰道裡面都是水 通常人是無法在 之中行走的 我們這次能夠進到海底 是因為有越海神符 若是沒有這個 準備海淵師姐 把屁水珠借給我們 不然 下次又進不來了 對了 哈里戰道的那邊 到底有什麼 我下次再告訴你 我們先出發去青龍山吧 好漂亮的地方 想起我的故鄉來了 青龍村 白雲搖繞 明峰純樸 這是一個讓人像我的地方 東西南北市脈 都有靈梭鎮守 地氣聰穎 潤著整個神租大地 所以風景優美 也是自然的 西地脈的青龍峰 傳出是一個飛生中的青龍 在辦公中被定住 結果成為了青龍峰 似乎和東地脈月海神院也有關 喔 地脈與地脈之間 還有關係 嗯 是有的 不過我一定不記得 我小的時候 曾經聽母親說過 那是一個很美麗的故事 可惜 如果忘掉了 那再找你母親問問 母親 我們不說這個好不好 莫非 高雙虎退 神之不清 家裡的老人和孩子都這種怪病 看來不是普通的風寒 打擾一下 你們在這裡做什麼 做什麼 你不是這裡的人嗎 我家孩子生病 我們是來找村長靈藥的 藥 藥不是應該找大夫靈嗎 村長都還不出來 不是說今天靈藥的 難道上次的藥已經沒有了 藥不存了 怎麼會這麼久還沒出來 我們暫時不要打擾他 先去找其他人 打聽這裡的情況 你說村民為什麼去到門口 哈 說來話長 幾個月前 村子突然變得陰冷無比 然後伴隨著 就有小孩和老人生病 得病有人高超不累 會長時間步行人事 找父親的醫生看 都說無藥可治 後來有一天 叫萬春有的廉期應生 經過了這裡 並給病患開了藥房 頗有奇小 但是他說這種病 病因病不在人 就算是藥也無法根治 於是把藥給了村長後 就離開了 現在我老婆 正去問村長求藥了 沒了 沒了 又沒了 也找不到萬神醫的藥 我們家小寶 孩子的娘 別擔心 總會有辦法的 我們去找村長 問問今天怎麼回事吧 好 我村長是女的 這位大姐 我們想找村長 你知道她在哪裡嗎 哼 大姐 我看起來比你年輕吧 我完全看不出來 算了算了 乍看 你們似乎有些來頭 直說吧 你們找村長有什麼事 我們 這個 我們想找村長當面談談 不知道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村長在哪裡 我就是村長 而且我很忙 有話快點講 我們是奇心門的人 最近在調查 釋放地脈的問題 哼 奇心門嗎 原來是朝廷的人 你們也會管這種閒事 你語氣怎麼這樣 我們在幫你解決問題的 奇心門長在自由朝廷授權 到處捕獵其手 吸取地氣 造成地脈的混亂 管神醫說過 山頂的人群之所以會持續 上發出 側骨的人氣 根本原來有混亂的地方 現在他留下的藥已經快沒有 而萬神醫中就又找不到 這樣下去村子吃早要完蛋 你們不是要幫忙嗎 那就沿著山路上去 到了山底 自然會知道 怎麼回事 奇心門 我們走吧 喂 我們送你兩個 真的準備這麼散燒 我們是好心想幫村林 你就是不理不察的態度 何必多問 把這個帶上 穿著他閃閃 就不會被凍傷了 謝謝你的好意 真的有些洋溢 這把山頂會更了 你舔喲 哼 你怕人 來 我披風給你套上 這點海液還沒問題 你披風給我照上 那你自己怎麼辦 我北方長大的 路東還要耐著冰雪幹活 菜人都頂住得住 青玉該不會是朗荒出生的吧 我的故鄉 是一個沒有冬天 世界流生的地方 我們快上山解決這個問題 再快快下山就好了 好 雖然成長我給皮膚 我牙齒也開始打戰了 青玉 你的顏色 沒 沒事的 我們快上山吧 不行 這樣下去 你肯定要凍出病了 說了我沒事 你別多管閒事好不好 我 我只是想關心你啊 不管了 最好被罵 也要給你軟感身子 你 你好煩 青玉的身子好瘦 笨蛋 你不忍啊 你不忍啊 我教訓 只要好好對待女孩子 女孩子忍得難受的樣子 我才看不過去 討厭 啊 我 為什麼討厭 笨蛋 又 又被罵了 我小的時候 我小的時候最怕冷了 我爹就把動 把我冬槍的小手 放到他懷裡 那個時候 這麼說而來 我滿嫉妒令尊的 嫉妒我爹 誰會這麼說啊 但是那個人是 傻瓜 你把屁方給我 自己也要小心別著良哦 我根本不怕了 哈哈哈哈 小妹妹 你這為什麼事情難過 我最心愛的朋友死掉 我好難過 啊 我不疑 人家不疑了 你要 只 只要下去了 我們問出原因 就會被凍死 沒辦法了 只能 現在小妹 安靜下來 你們安靜 安靜別人的方法是打他哦 呵呵呵 真沒功德心 真沒功德心 啊 啊 可力技 忘記用 妹妹 你別再傷心了 你的淚讓整個親友生冷烈不已 三下的村民都生病了 對不起 我偶爾傷害任何了 只是 呵 只是 張青鈺掏出四怕 溫柔的將小女孩的淚臉擦乾淨 摟在懷中輕拍安慰著 臉顏 臉顧畫得不好看哦 你脾氣白膚 脾氣白膚 脾氣白膚 擦乾淨多可愛 小妹妹 叫什麼名字 我當名叫做靖 什麼事情 讓你那麼難過 慢慢講 姐姐仔仔細聽 我的好朋友 小雪刀白蘭 被令人殺死了 我曾經卸下姐姐 讓她不能去人類所帶 可是 難道地基混亂 擾亂雪雕對解析的反應 我把白蘭的遺體 放在寒泉中間冰封起來 讓我可以每天看到她 可是我一想到 面類都自己流出來 這個 雕屎不能附身 你的淚 會無形害到村民的 我也知道這樣不好 可是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也想到白蘭靈多的樣子 就 哼哼哼 這 果然是騎經們 收取第七所至 我有辦法讓小雪雕復活 這 真的可以嗎 嗯 是真的 不過在她復活之後 你要答應 好好保護你的朋友 變成以後 不能再做出 危害村子的事情了 好的姐姐 我答應你 用這個方式是不是有什麼代價 白蘭你回來了 太好了 我好想你 沒關係 這位姐姐 是要讓你復活的 好可愛的雪雕 以後要乖乖的喔 姐姐 我好喜歡你 可是我沒有什麼可以給你的 我只有一個眼淚 做成了結晶 算可以留作紀念吧 雪霜霧水 新潔 新潔 這沒想到 已經有這套厲害的本領 新潔 你的手 我沒事 你看 已經好了 我們快回去找村長報告吧 兩親 嗯,果然是有代價的